OS!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個 沒錯!一次開兩盒 那一樣是我們的排球少年的黏土人 稻荷奇的最強雙胞胎 公柚還有公智 那我這盒公柚是買到有附這個特點的 就是一個吊飾 那影片的最後我也來辦個抽獎 來送給大家 那這兩盒已經到貨一陣子 那最近因為很忙 所以沒時間開箱 對 那今天終於有空 可以來開箱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開箱 好 那在開箱之前 我們先來快速的看一下外盒 那公柚的外盒就是很明顯 跟它的金髮一樣 是金色的 對 然後公智就是灰色 OK 好 兩盒打開來是長這樣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公柚的所有配件 有本體 三個替換表情 然後它有九隻手 多付一雙腿 然後一樣有這個備用的連接 然後有球跟特效 底台 然後兩個支柱 一個是球的支柱 一個是本體的支柱 然後說明書 接下來看到的是公智的所有配件 對 那一樣是 有本體 然後三個表情 然後 它比公柚還少了兩隻手 它只有七隻手而已 對 然後一樣附一雙腿 然後兩個支柱 球場 跟說明書 好 接下來看到的是本體的部分 對 那我不得不說 黏土人不仔細看還好 一仔細看真的是不得了 這個塗裝 真的是非常的有質感 對 如果只光講這個本體的部分 那我覺得公柚的這個金髮造型 真的還是比公智出色很多 對 那我有看過動畫 公柚它沒有染髮之前 它們兩個根本長得一模一樣 那它眼睛的瞳孔 其實仔細看是不太一樣的 公柚是金色的 然後公智是灰色的 對 哇 公柚的經典動作重現 黏土人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它頭雕互換 對 現在這個是 公智的表情 然後配上那個公寓的身體 對 意外的適合 你只要有看排球上年第四季 你就知道這兩兄弟他們是主要的角色 對 那 雖然他們兩個是雙胞胎 但他們的個性完全不一樣 對 那公柚是屬於比較活潑外向 然後公智是比較成熟穩健 也常看到他們兩個在球場上鬥爪 對 非常的有趣 那公柚人氣是比公智還要高的 對 但我個人是看了動畫之後 是比較喜歡成熟穩健的公智 好 接下來要抽獎時間 對 那只要在影片下面留言 你比較喜歡 活潑外向的公柚還是成熟穩健的公智 留言只要滿10個 我就隨機抽一位 對 然後把這個吊飾免費寄送給你 對 好 那看完影片記得幫我訂閱、按讚、分享 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